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有若干的网站在其中 所以它的网址是这个 所以它的网址是这边 它很奇怪 多了一个51VOA 是这个网站 你要是没有打51 就打VOA是跑到别的网站 它有好几个若干的网站 像我现在说的学习英文 我看到最棒的网站 它的网址是51VOA.com 待会再做一个整个介绍 我们先看一下 这样大家会比较兴趣 它有哪些特异功能 当然第一个就是它资料太多 看不完 就算你每天看 每天看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看不完 一辈子看不完 你说怎么会一辈子看不完 反正我这样子看 我看不完 因为它有更新 它每天更新 就点都追不上 要有新的 所以理论上 没有人看得完 因为它是很多人 很多人做出来的 它有很多记者 反正还有很多单元 所以看不完 所以你不用怕说 会不会看一看 没有了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些左边 左边这些是不会动的 然后每一个单元 显示在右边这一区 好了 那我们先看 我们其他这些欄目先不管 我们就说来看一个 这个 教育报道好了 教育报道 但是这边有个梗 就它这边 左边这一栏 左边这一栏 左边这一栏是不会动的 然后右边是会动的 左边它有中英文 中英文 因为它是中国人多 用简体字 英文跟简体字 但它有时候 这个简体字就跑掉 比如说你直接按下去 你再回来 或者重新刷一边refresh 它就跑掉了 但是 但是你如果说用开新页 因为这个 网站 可以开新页 新分页 可以开新视窗 开新 开新分页的话 我们就从新的分页去看 它不会再回来看 不会跑掉 这个意思 我们先看这个 教育报道 教育报道 你就不要直接按 因为你直接按的话 待会这个中文又跑掉 如果非要看中文 不可的话 它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 在新分页中开启 这新分页 你看新分页就没有了 你看 我们原来的在这里 跑不掉 所以你直接按的话 它就跑掉了 你就 奇怪没有中文 我不放心 开新分页 那这是新分页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是 这是Education Report 我们再回来 我们刚刚有中文的Education Report 教育报道 我们只开新分页 新分页是这样的 好了我们来看 因为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我们先举个例子 在这个教育就是新闻报道 因为它有很多单元 我们待会再讲 有新闻报道 还有综合时事 留学新知 还有学习英文 学习华东 单元多得很 每个单元的东西多得不得了 我们来看 它有什么功能 所以每一个都可以点击 点击 它有很多 这是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 你看这是 23年就是今年 2023年 10月15号 这个更新 但它不会每天更新 你看 23年11号 反正东很多 你不用怕看不完 你光是这一个单元 这个 这个 教育报道 你看 我们再往下看 这边已经很多 每一个读的一篇 我马上点进去 你看下面就31 这是一页 一页就这么多 这几十个 这个可能 六七十个 七八十个 这只是一页 它总共有31 就31再乘以七八十 光是这个单元 就看不完了 而且它还会 逐步的更新 会新加上去 每个都有新加 每个单元 好了 就表示东西很多 那我们再看 那我们就点进去 这时候点进去 你就可以直接点了 因为这边已经没有中文了 也没有简体字 所以这时候就没差了 现在我们看第一篇 Extensions Rise Canadian College Confirm 这些 点进去 点进去 它会出现 它还是会出现一个新的页面 这没关系 这无所谓 好了 标题出来了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 这些就是文章 文章 我们先看 这些都是英文说 英文我慢慢看吧 有些不是很懂 没关系 这个新闻的内容 就是有文字出来了 你说我要听啊 我要听发音 听发音就是这个钮 这个 这个是 这个三角形的就是播放 播放见到谁都知道 有的时候播一播 你要 这个停止键也是暂停的意思 它暂停键跟停止键在一起 好 我们要听啊 内容 我们就这样按一下 好 我们按暂停键嘛 暂停键 这个开始跟暂停键在这边 这个停止键是这个 所以它就一直念下去 然后我们不让它念完 它会一直把这一篇练完 下面就不重要 下面这个是 要告诉你一些关键之人 然后相关的报道 下面就不要管它了 就是 它就整个念完 你看 我们再一次按一下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好 它就会继续继续下去 好 那你要暂停 你要去上个厕所 倒杯水 就暂停 那边是停止键 所以 每一篇呢 它都有这个 文字 然后一按 这个 播放键 它就开始播音了 就是对照看嘛 当然你也可以说 我只看文字也可以啊 或者我闭着眼睛 我只听声也可以啊 或者你一面 听声音 一面眼睛看字 对照也可以啊 而且你可以反复嘛 这个 这个 这也不要钱嘛 你可以反复听嘛 你这个第一遍听完 再第二遍嘛 第三遍 随便你嘛 这跑不掉嘛 这是啊 基本的情况 然后呢 你说啊 这个是要上网的时候 我才听啊 我可不可以下载 下载到手机电脑 我有空说再听 离线的时候 没有上网的时候 听可以 就按这个下载 就这边有几个选项嘛 什么 啊 我们先看下载 你就滑鼠啊 或手指啊 再按一下 下载啊 下载啊 下载以后呢 这看快卖啊 看连线 输入快卖啊 它有时候这个会卖的好 它就下载 这是我的 点点里面啊 下载这个标题啊 就下载 你就按存档啊 我们不要存啊 最后每一遍那个下载啊 下载你指定的啊 指定的这个路径啊 就下载啊 然后这个字幕 这些字幕 什么相片 这些不要管它 这都无所谓啊 所以每一篇啊 第一个就看有文字 整个文字啊 第二个啊 就是 二 播放界他就开始念了 他念的时候 不是一个人 不可能一个人念啊 他有若干人念 有男的有女的啊 而且他有时候 觉得执政枪圆啊 有时候觉得不是很标准 有时候他的播音员啊 不一定是 他就是 美国土生土长 那什么意思呢 他为什么不找全部都是执政枪圆 因为 那美国很多人啊 搞不好是阿拉伯口音啊 偶尔啊 就是 大部分就是执政枪圆的啊 不管男的女的 有时候有一些 好像亚洲的口音啊 阿拉伯口音啊 中东口音啊 非洲口音啊 或者欧洲人口音啊 就是什么比利时啊 法国 德国那种啊 所以他就让你就是说 你也要熟悉啊 各种人种啊 都发音啊 但是那个比例比较低一点啊 那你也可以下载啊 像这一篇啊 它基本 每一篇都是这样的 都跑不掉 每一篇都有文字 都有声音 都可以下载啊 但是还有一个功能 这一页没有显示出来啊 像这个 这边如果写一个E啊 这是翻译的E 我们看看啊 翻译 这一篇有什么 它不是每一篇都有啊 就是 少数有啊 因为每一篇都翻译 它大概也太受不了啊 像这一篇 凡每一篇竟然都是英文 但是你按一下翻译 这边就要翻译了 你就对你更方便啊 当你学习英文 最好是不要看翻译啊 当你真的没办法 就来看看翻译 但是不是每一篇都有啊 那我们看看 如果说 这边就是也写一个E的啊 有的单元 有翻译的比较多 像这个单元刚好比较少 比较少啊 比如说这个 这边 这个是没有写翻译的嘛 那过来啊 这边就没有翻译 你看这边就没有写翻译 只有下载 它就没有翻译 那我们再回去看 有翻译的 这边就写一个翻译 它是这样子 那你看是不是每一篇 每一篇都可以有声音呢 每一篇都可以下载 我们随便乱按嘛 LGBTQ 就是这个男同性 女同性 你看 每一篇都有文字 都可以播放 都可以下载 每一篇 我们最后再试一个 随便按 都一样 都有文字 都有声音 所以这样子确定无误 好了 那我们接着再来看 我们这个常数英文 常数英语先不管 我们先看这个 因为它有好多栏目 你看 它有好多栏目嘛 我们先看这个 这是它一个大区 就是慢速英文 什么意思啊 所以它稍微讲慢一点 因为学习嘛 在学习网站嘛 第一个是速度正常 常数嘛 速度正常 就一般人 英文不太好的话 就觉得 你讲的好快 慢速呢 就觉得好像 哎呀 它故意讲的稍微慢 也不是非常慢啊 就稍微慢一点点 让你觉得比较没有压力 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慢速英语 我们先来看啊 这个先插一下 这常数英语 我们看看常数跟慢速 它速度多少 我们随便点一遍进去啊 我们看 这是正常速度 好像 好像稍微念得快一点 那我们看这个 比较慢速的啊 我们说科技报道 随便选一篇 我们看看 我们随便乱按 随便调一篇 随便乱按 然后看看速度 好速度确实 确实是慢一点 所以看你啊 如果你要挑战速度快 你就去看第一个啊 常数 那要看这个慢速的话 就是点这边啊 但是它两个单元 内容长很多啊 就慢速的 这是它主力啊 所以它分得很细啊 常数的东西也不少 但它比较少 我们先看那个 一般人可能先从慢速 你不要把它当速度很慢 就稍微慢一点 稍微慢一点 这个意思啊 不是说慢的不得了 也就是说 我干嘛提那么慢 它也不是非常慢啊 就是 就像我们讲话嘛 我们可以说 你今天吃饭了吗 我就上午看电影 你也可以讲 你今天吃饭了吗 你看 你是不是下午看过电影啊 这个意思啊 有人 有人讲话就快一点嘛 有人讲话就慢一点嘛 所以这个 慢速 慢速疫区啊 它有很多啊 像我们 后面看中文 有报导 就是新闻报导 technology report 合计的 新闻 报导 我们知道新闻吧 health report 健康什么医药啊 卫生啊 健康的新闻啊 education report 有关于教育文化 文化教育的新闻啊 或者经济的新闻啊 所以它这边有四个啊 新闻区啊 然后它这个排得到不是很好 又跳一个农业啊 农业啊 所以 那时候政治新闻也起过 它政治新闻就 就没有啊 这边就是 还有一个in the news 实事新闻 这也是新闻啊 所以新闻大概有这几个栏目啊 科技 健康 教育 经济啊 还有科学啊 科学在这里 还有实事新闻 还有 农业新闻啊 这大概在六个新闻 那接着还有啊 其他就不是新闻啊 因为有人说 我 我不要看 我不要看新闻 我要看一般的 一般的文化啊 一般的美国的这个文化的东西啊 像文化艺术 所以对文化艺术有兴趣啊 我们随便慢慢看啊 这就不是报道啊 这文化艺术 我们随便把它开个新页 文化艺术有一大堆了啊 就是 10月14号 有一大堆啊 就是 就是 文化艺术啊 这个科学家啊 有这个 学习到另外一个 莫拉里莎的一个秘密啊 又发现另外一个秘密啊 等等啊 有想 每一页都很多啊 你看这有三几页啊 三几页啊 都很多啊 比如说我们随便 点进去啊 一点 它自动会开分页啊 标题在这边啊 这边就不是新闻报道了啊 就是 文化艺术啊 标题在这 一加翻译 啊 这边有有翻译啊 有中英文翻译啊 有的 有的没有啊 大概 可能五分之一吧 五分之一有中英文翻译啊 大概这个情况啊 好吧 那你说 民识解答 这个倒蛮好的 就给学生看啊 小孩子学生啊 学英文 比如说 ask a teacher 民识打译 这个也蛮有兴趣 蛮有意思啊 就是说 他就教你说 这个 他都是给外国人啊 就是 写英文说 有什么问题啊 比如说 historic 跟historical 这两个都 都喜欢词啊 可是这两个 这两个不同字啊 他就问你啊 差在哪里 他就告诉你 然后 然后 每一篇啊 这个 像那个老师啊 T.J.S.老师啊 lectured lectured 都是老师啊 有差别在哪里啊 或者 你到底要用 on time 还是 in time 这就是 学英文说 到底用字潜持啊 到底不一样啊 这awareness 也是 知道嘛 consciousness 很清晰的嘛 到底用字 差在哪里啊 这是强迫的嘛 menitory compulsory obligatory 到底这三个字 差在哪里啊 那persons 也复数嘛 people也是复数嘛 到底 差在哪里啊 这有很多啊 award 跟reward 差在哪里啊 然后这个旋转 spend 都旋转 到底什么时候spend 什么时候rotate 我们随便弄一篇嘛 随便弄一篇嘛 随便弄一篇 比如说这个 person vs people person跟人 跟people 差在哪里啊 这边 这边就开始讲 这边就说 这个 他就告诉你啊 我是一个英文老师啊 这个我来教你啊 然后这个问题就是 外国人写email 说老师啊 我有什么不懂啊 请你教我啊 然后他就开始回答 person是什么意思啊 people跟people 什么意思啊 这每一篇就开始啊 hi there this week on ask the teacher we will answer a question 他就开始念啊 你也可以下载啊 所以他就像这个就 ask the teacher 就蛮有意思啊 然后words and the story 词语啊 词汇啊 词汇啊 赏顾 就告诉你这个 用词潜词啊 我们看看他有什么内容啊 词汇掌顾啊 就是说啊 the best side versus 玫瑰啊 或薔薇啊 有什么负面的意思啊 然后你要怎么样保持 你的shape 身体保持的啊 这个很精壮啊 身材保持妙条啊 然后这个 这一大堆啊 就是用字前词啊 教你很多东西啊 呃 这个也是啊 都是这边的19页啊 这边就是告诉你 用字前词的方方面面的东西啊 那这个 啊 这个新闻杂志啊 这是as it is 就是 告诉你事实啊 啊 也是新闻啊 但是它不一定是当天的新闻啊 有时候是最近的新闻啊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好了啊 那说新闻杂志也告诉你啊 这个 美国以前中的herit truman 然后他以前在家 原子弹的事情 所以他有些是 历史的 历史的新闻啊 这东西啊 啊 这边 也是跟新闻 slas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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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事实嘛 就像他这样子 哇 这个就多了啊 这140页 因为他是 有很多历史的 他的量特别大 吓死了啊 然后这个 日常语法 这就叫文法啊 Everyday grammar 他就叫你文法 我们看看文法 有什么东西啊 文法 哎 他就进去了 你看 也是每一页都这么多 每一页都是五六十个啊 大概五六十个 排不掉吧 然后这个 这个少一点 有酒页啊 他就这边叫 教你文法啊 这个 这个 然后是国际冲突啊 这个 这个 不是真的军冲突啊 就是 国际上 各国人使用英文说 有洋情兵嘛 就是 有时候有英文 彼此 有法会有的冲突啊 然后这个 把这个 提供 咖啡跟 呃 茶等等啊 这些都是跟 呃 跟这个文法有关系啊 这很多片就慢慢看 你看 随便每一片进去啊 啊 进去都可以听 马上听 啊 也可以下载啊 呃 然後我們就很快的再看下面 就不一定每個都進去看 然後有今日美國 介紹美國方方面面 所以要了解美國 這個進去看一下 我們看今日美國 今日美國就是前美國總統 川普被起訴 美國這是比較政治面 拜登也是美國政治面 這四方面美國最高法院 然後德州的槍擊事件 等等 各方面它就是什麼內容都有 就美國的文化政治經濟大雜會 什麼都有 你看每一篇都有 這個22億 隨便點一篇進去 每一頁進去都是這樣子 都有文字 就可以聽 我們給你們看 你按暫停它就回到 就定在這邊 那你要是按停止間 它就整個消掉 這個意思 然後美國歷史 你對美國歷史 請就看這個 然後美國國家公務員 美國總統 自然探索 美國人物質 我們看看美國人物質 美國人物質 就是美國很多 第一個美國黑人的 眾議員 這東西 就介紹各個美國 有些有名聽過 有些我們沒聽過 所以這邊你可以去瞭解一下 大部分 因為我們不是在美國生活的 所以你看這些很多名字 聽都沒聽過 就介紹美國各行各有名的人 所以這一區 就量就很大 你看這邊分 譬如說二十幾區 二三十區 每一區 都有 哇 都是 可能是上千篇吧 每一篇上千篇 而且它會繼續更新 所以量就很大 這一區是主要的 這一區就很大 就自己看 自己有興趣的 所以這個 就學習英文很好 因為有文字 然後有人唸 然後你可以下載 甚至有的部分有翻譯 中英文翻譯 所以就很大 然後第二個再看這個 常數 就是正常速度 但正常速度 它的 你看它的欄目就少 它只有一個欄目 但是它就是 這就是 這邊都有新聞 經濟新聞 然後你看 大概有三十五頁 這個光是這個 也很多 三十五頁 每一頁六七十片 這個很多 然後 每一片 就看標題 你有什麼 有什麼興趣 這大概都是國際 但是它是綜合性新聞 它就什麼都有 政治經濟 文化 飢荒 地震 什麼什麼藝術 綜合什麼都有 所以 這個 我們就隨便點一篇 請去看 它速度就快一點 所以每一個都有 它的 報導 報導的文字 都擺出來 當然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這樣子 Copy Copy 複製下來 複製到你的Word 或什麼裡面去 把它留下來 就文字可以 就得文字存檔的意思 把它這樣存檔 你也可以聽聲音 聲音就稍微快點 也可以下載聲音 慢慢聽 如果這邊有翻譯的話 那就做中英文翻譯 這個就是正常區 長速區 速度比較快 然後 我們再看 這是兩區 長速衣 乾慢速衣 但是慢速衣 它的量特別大 分類 然後我們再看視頻 這邊有視頻 前面都是聲音 沒有視頻 這邊是有視頻 所以像這邊有 新聞六十秒 就是都是播短新聞 一分鐘以內 所以像一般人 也沒什麼耐心 聽太久沒耐心 一分鐘 然後這個一分鐘 視頻這不是新聞 就加一般新聞 文化生活什麼東西 還有語事異語 就是專門挑一些 好萊塢的電影裡面 有些字 詞 有些講法 讓你去了解 還有一些新的字 Muse verse 新聞詞彙 新聞用詞 還有日常語法 視頻 還有這個學發音 我們看看這個學發音 進去看一下 跟我學發音 這邊有很多篇 你看這個 這個少一點 製作三頁 他這邊寫139篇文章 比如說 這個母音的 這個叫母音 這邊你看這個視頻 就有人了 有視頻 可能很多字幕 但視頻你可以下載 是一下在 這邊就是 Gentle 這個三教群就是 開始播放 HELLO I'm John Russell Hello I'm John Russell In recent videos We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any of the vowel sounds of American English We have spent a lot of time learning how to distinguish between vowel sounds 這教你這個 英文的這個母音 這邊都是有 有關於這個母音的 這有 從第一集 下去到這個 系列性的 然後這邊是 訓練聽力 我們剛剛訓練 Listening practice 訓練聽力 訓練聽力 然後這個 Head to say Head to say Head to say 梅宇要怎麼說 我們看看 梅宇要怎麼說 這邊有中文 即時行樂 要怎麼講 攻略立志 奇怪 這個就沒有英文 閨蜜 相關有閨蜜 怎麼講 擺臭臉 怎麼講 美容叫 我們說葉毛子 我們一定列 我們一定列 點一下進去 一定列 我們看看 梅宇怎麼說 I would say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在北京學中文 她的中國朋友 要是跟我們 不知道梅宇怎麼說的詞 就會來請教她 今天是無窮要問的 異地戀 Wu John What's your plan for the weekend? I'll be out of ten 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 這個也有一些 參考信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 慢速視頻等等 這第三區 前面第一區是 常速英語 第二區是 慢速英語 第三區視頻 有畫面的 然後第四區呢 英文教 這叫英文教學 這個也很重要 所以你要選英文 說她有哪些單元 我們就講中文就好了 英文 唸下 大陸英文就是雙語 雙語 雙語新聞 像是 意思就是說 它是兩個 就是我們中文講詞 你看 great area 這個灰色 gray 你知道 area 是區域 可是great area 什麼意思 搞不清楚 所以這麼多是詞 我們講詞 這些詞 就是 慣用語 vors and idioms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就跟你講一大堆 嗯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 一分鐘 英語視頻 美語怎麼說 還有商務的 business etiquette etiquette就是禮貌 禮儀 商務的 做生意的時候有些禮貌 商業禮儀 美語訓練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他也不是什麼訓練班 就是 Mosaic就是馬賽克 就馬賽克 意思就是說 我 這是 這才發生他的名字 中文翻 美語訓練班 我們看美語訓練班 什麼東西 美語訓練班 這個 第幾堂課 第幾堂課 我們隨便點一堂課 一般的意思堂課 這邊不錯 有些中文 要告訴你 要怎麼學英文 這些東西 所以它們這樣 大的不得了 然後還有 美語三級跳 這都中文翻譯 但以英文為主 就學英文的意思 詞彙大師 要學一些新的字 美語咖啡屋 這 就要繼續看城市 中西美國英 還有一個美國總統演說 我們看一下 美國總統演說 你看這個是 這是 這是 這比較舊 你看這個都比較舊 但是總統演說 也不可能每年總統演說 所以這個 不可能隨時更新 我們就看 這個 美國總統 以前前任總統 伊朗 特朗普 他講了好幾次 我們看 就職也說 不管了 我們隨便看 特朗普 就已經卸任了 這之前 在2020年 我們看這個 就伊朗問題 發表演說 但這邊比較特殊 它只有文字 沒有川普的發音 我們再看 一篇看 看這個 就邊境安全文 這個叫正常 這個就有 而且這高章開話 還有 中英文對照 我們看看 川普本人的聲音 My fellow Americans My fellow Americans Tonight I am speaking to you because there is a growing humanitarian and security 確實他的聲音 那我們隨便再看 歐巴馬 歐巴馬這一篇 他是這個 重新開放美國聯邦政府 我們看歐巴馬的聲音 Morning everybody Morning everybody Please have a seat Last night I signed Last night I signed Legislation Reopen our government 沒錯 這也是歐巴馬聲音 所以這邊就有很多美國 不一定是總統演說 就是美國總統的聲音 包括總統演說 包括他國慶之文 包括他就重大問題發表 就很多 這邊 這邊比較少 這一頁 就是原來的聲音 所以大概是這樣 至於他後面這節目 結束這無所謂 這可以不用看 這邊只是跟你講一下 他裡面的一些內容 所以這個量就很大 所以我建議先看從慢書英文 慢書英文 這挑不管是新聞報道 或者他各個方方面的欄目 每個欄目都是一個資料庫 就去挑很多 比如說 這個有興趣看看英文 看看新聞 那如果新聞看一看 比如說我覺得文化藝術有興趣看 民視大野 這個可以先看 尤其是小孩子學生 他就告訴你哪些字要怎麼用 有些字都很像 代表有哪一個字 差別在哪裡 像這些都是對英文基本功力 有很有幫助 然後這個一些支持的掌控 日常的語法這些都可以先看 那今日美國這些 還有美國 這每個其實都會有參考性 還有美國歷史 你要移民 什麼對美國歷史 所以這個內容就很多了 那如果你要聽快點的速度 就去看那個常數了 那常數欄目少一點 他只有新聞 全部的新聞 那你要看視頻的話 這邊有很多單元 有新聞的 有各種語法的 文法的 學法音的 就很多 然後這純粹就是英語教學這一區 就各種英語教學 所以這看不完 這看不完 這個 你看這個網頁的時候 左邊是不會動的 然後右邊是 你看是按哪個欄目 它就會顯示出來 所以這內容非常多 所以第一個就是 內容多得不得了 都是美國人嘛 所以它內容沒有問題嘛 東西多得不得了 聽不完 看不完 下彩不完 第一 內容很多 第二個就是分門別類 你就可以挑著有興趣的 第三個 每一篇都有文字 你也可以複製 剪貼到這個word裡面 第四個 都有這篇發音 每一篇都有這篇發音 絕大部分 九十幾都有這篇發音 第五個 甚至有些這邊寫著 Eat 還有中文翻譯 不是每一篇 所以我這一集有推薦 這個 你要打五十一 VOA 你不要打個VOA.com就不行了 因為它有好幾個網站 它 VOA交易門也不是這個網站 但是這個網站是目前看到最好的 叫五十一 VOA.com 東西很多 你就自己慢慢挑 你就先試試看 每一個試試看 你也可以隨便亂看 一下看這個 一下看那個也可以 那你也可以說 我就先看 迷思達意 就老實跟你解釋 這個字要怎麼用 為什麼好幾個字差不多 為什麼用這個 你就先看這個 或者你就先看今日美國 你就先挑一個 慢慢看慢慢看 所以東西看不完 所以這個選英文 這個網站是我目前看到 最好這一集叫到這